三月的汗江 一具尸体在融化的江水中起伏 尸体没有头颅 死状十分凄惨 冰层缓慢解冻 曾经的一觅也慢慢浮出水面 这个偏远的小镇仿佛受到诅咒 15年来发生了多起连环杀人碎尸案 受害者尸骨无存 至今没有抓到真凶 小镇依旧车来车往 生活有时就像是一个鬼迷的迷宫 解冻的并不一定是无名尸块 也许是黑暗中隐藏的邪恶 在真实与虚幻结合的陷阱中 一个精神分裂者给一个连魂杀人魔 背黑锅的故事 由此展开 这个男人叫老扁 是名内科医生 经历了投资破产 精神异议婚姻破裂后 便搬到了小镇上 租住在一家肉铺楼上 肉铺老板就是房东 一天 老扁下班来肉铺取快递 碰巧看见房东父亲竟然在吃着生肉 第二天 房东父亲便来到老扁上班的医院做检查 麻醉后他无意识地喃喃自语 胳膊和腿要扔寒南大桥 身体扔在东河大桥 明年四月之前才不会浮上来 这似乎是在诉说杀人碎尸的经历 听得老扁即被直发凉 当他再次经过肉铺时 却看见桌子上多了一个黑色的袋子 里面装着一个圆骨骨的东西 上面似乎还露出了几缕黑色的头发 老扁想起了房东父亲说的话 转而在联想到碎尸案 越看越觉得那是一颗人头 袋子突然滚落下来 老扁吓得一个机灵 好在原来这是老扁精神恍惚间产生的幻觉 几天后 老扁前妻阿秀因为儿子居住问题过来找他 两人因为老扁的经济拮据 发生激烈争吵 阿秀愤而离去后 老扁下楼到房东店里喝酒解闷 酒入愁肠 老扁和房东两人都是醉意朦胧 期间房东离开下楼拿酒 老扁却鬼使神差地走进了肉铺的冰库 发现了那个黑色袋子 里面经赫然装着一颗女人的头颅 老扁心头一震 猛然惊醒 发现自己躺在自家床上 好在这只是噩梦一场 次日 房东父亲去医院复查 老扁听到几个八婆窃窃私语说 肉铺这家人很奇怪 房东的母亲和房东的前妻 都是莫名其妙失踪了 与此同时 医院又来了几个警察 据说是发现了新的碎尸案 证据显示 死者是东南亚女性 诡异的是 房东失踪的前妻 正是菲律宾人 筋疲力尽的老扁回到出租屋 晚上噩梦连连 他已经快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 顺着洗手间的血迹走进幽暗的地下室 只见里面血水横流 房东父子二人正在悠闲地分割一具无头女尸 房东见到他 走上前打招呼道 老扁 你怎么能只把头带走呢 恍惚之间 时空转换 老扁在床上惊醒 他起身去冰箱拿水喝 却发现梦中那颗人头出现在了自己的冰箱 老扁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 想着出门透口气 便来到楼下便利店买烟 正好看见碎尸案的新闻 准备回家时 又看房东的儿子被一群混混暴揍 坠坠不安的老扁决定去医院过夜 经撞见护士小美 在偷拿医院的围禁药品 在小美的苦苦哀求下 老扁才答应替其隐瞒 第二天晚上 老扁回家路过时 看到肉铺门上贴着西夜三天的告示 在店门前房东的货车上 不时有血滴下来 后出的门也敞开着 好奇心驱使着他走了进来 结果看到满地血腥 还有一个黑色塑料袋 里面露出几缕黄色的头发 老扁想起房东现任妻子 染的就是黄头发 吓得转身就跑 他跑回到家中 惊魂未定之时 突然门铃响起 老扁缓缓走向紧锁的门 原来是警察找上门 告知老扁 阿秀在那晚与他见面后就失踪了 老扁从报纸上看到阿秀被肢解的新闻后 更加肚定了是房东干的 决定去房东的兵库找证据 老扁刚发现那个黑色塑料袋 房东就走了出来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房东狠狠掐住了老扁的脖子 幸亏警察及时出现 救了他一命 但让老扁懵圈的是 冰库塑料袋里装的 只是个普通黄牛头 警察在老扁出租屋冰箱里 找到用黑色袋子装的人头 确认是影片开头打捞的无头女尸的 警察还搜出两把带血的刀 经检验 上面的血迹是阿秀的 原来老扁有严重的抑郁症 加上科药产生幻觉 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 警察认定 老扁就是连环碎尸案件的凶手 难道这就是真相吗 老扁坚称自己没有杀害前妻 并声称自己掉进一个 无懈可击的陷阱里 但没人相信他的风言风语 警察告诉他 老扁投资诊所破产欠下巨额债务 像一个叫阿珍的女人借了高利贷 而在老扁家里发现的人头 正是阿珍的 地下车库的监控 和阿珍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都清晰地记录着老扁麻醉阿珍 和在大桥上抛尸的画面 在警局里 老扁告诉警察 小美偷咬被他发现 自己好心替他隐瞒 反招诬陷 面对歇斯底里的老扁 警方拿出铁证 阿珍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记录了老扁杀人抛尸的经过 原来阿珍的小弟在六个月前 发现姐姐失踪后 于是暗中调查 知道了老扁的犯罪事实 便多次敲诈老扁 最后一次敲诈时 竟然被他刺瞎了右眼 于是视频证据才被警方掌握 证据面前 老扁狂躁不安 原来老扁的精神病 已经严重到人格分裂了 他自己做过的事情 全都被他强加到别人身上了 警方请来了 为老扁长期治疗抑郁症的医生 医生告诉警方 老扁人格分裂 一个是落魄的医生 另一个则是凶残的恶魔 人格分裂后会产生幻觉 把自己的可怕经历 映射到他人身上 甚至能在脑海里虚构人物 老扁因患有抑郁症长期科药 经常盗用医院的违禁药品 映射到护士小美身上 他被阿珍的小弟敲打 被其暴打 映射到房东儿子身上 他杀死分尸阿珍 映射到房东父子身上 而且还把长期为他治疗的医生 幻想成一个长期调查 连环凶案的退休警察 只是老扁却怎么也想不起 自己杀害阿秀的事情 然而镜头一转 房东正在偷偷跟父亲说 现在都装监控了 以后做事要小心了 小美也还是每晚偷 拿着医院的违禁药品 原来房东父亲 才是15年来连环杀人碎尸案的真凶 阿秀的行车记录一里 清楚地记录了 房东父亲残忍杀害阿秀的经过 房东无奈之下 协助父亲毁尸灭迹 然后邀请老扁一起喝酒 趁其不省人事 把刀栽赃到了他的房间 高丽警方也是一贯的低能 一个疯子虽然杀了人 却掩护了一个杀人魔的逍遥法外 解冻是韩国导演李寿妍 指导的悬疑犯罪片 该片故事情节紧凑 后悬疑不断令人屏息 将一个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患者 所经历的恐慌 悬疑等心理变化 细腻地刻画出来 为了营造血腥感和真实感 导演没有接触场景 而是在真实的肉谱 进行实景拍摄